2016新智上路 劳基法规定法定工时减为单周40小时 国定假日则减为12天 明年劳工总共放假116天 健保方面一般保费费率和补充费率都调降 预估一年可少缴588元 另外全台22个联络办公室 也全面提供健保卡仪式换发的服务 食安的部分部分零食饮料广告都将限时播出 不适合未满12岁儿童长期食用的高热量 高糖、高盐食品不能以加购和赠送玩具的方式促销 下午5点到晚上9点之间 也不能在儿童频道播出相关的广告 防疫的部分新生儿区出生满5个月才能接种卡戒苗 国际机场针对入境时发烧达38度 并曾于登革热流行地区停留6天以上的旅客 将强制进行快筛 交通的部分全台近5000公里省道 每年的一、二、十、十一和十二月禁止挖马路施工 而护照可以使用姓名母语读音的英文字母 作为外文别名 如果护照污损换发 效期从三年延长到十年 一事补发的护照 效期则放换到五年 另外年满18岁的民众 不需要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可以自行申请护照 不过民众擅自修改护照 最严重可能遭到注销 记者整理报导